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了算了 实在是抢不过他 反正罐头吃了 四舍五入也就约等于我吃了 问题不大 以前还在街上混的时候 哪能天天都吃饱饭呀 所以 这时候帕陀老师就要教大家一个生存小妙章 那就是时刻记着多吞点罐头 什么罐头 这还用问 当然是吃的罐头啦 尤其是金枪鱼罐头 那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你看 罐头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可都是基础知识 记好了就能保证平安无事 当然啦 有些时候为了生存 我们也不得不做一些更冒险的事 现在想想 也真是多亏了罐头 没资金货的时候才能那么顺利 如果你以后也想和他一起行动的话 那么至少也得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比如说 来 罐头 配合我一下 给大家示范一个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切正常 行动继续 危险临近 小心注意 万事大吉 准备开溜 天天午睡 精神百倍 果然 人就应该多睡午觉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哦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如果天气太热 罐头的行动力就会变差很多 那么 这时该怎么办呢 猜对啊 这种时候 我一般都会带着罐头去找凯文老大 走 聊些工作上的事情 哎呀 凯文老大 他的身边 那可真是凉爽一人呀 总之 天气热了也别慌 找个凉快的地方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只要温度降下来了 罐头他也很快就能恢复活力了 嗯 该说的也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收获满满呀 虽然不是全部 但现在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已经能简单听懂几句罐头的话了 至于为什么要叫他罐头 可能是因为 比较好吃 啊 哈哈 我开玩笑的啦 嗯 好啦 那帕多老师的小课堂就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 我们有缘在 不对 等等 退场之前还请各位先把咱这堂课的费用给结了 一共是 啊 罐头 你说啥 嗯 已经答应了艾莉姐 要免费来给大家上这堂课 所以 不能收钱 嗯 不对呀 我怎么没听说 喂 等等 罐头 你给我回来 各位 我们有缘再见啦 啊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